人脑与电脑的大对决又来了 1997年,美国IBM研发的电脑深蓝 击败了世界西洋奇奇王 现在,IBM又推出了号称世界上最聪明的人工智慧电脑华森 这台可以听懂人话 并回答各种困难问题的超级电脑 即将在2月份14号 美国意志节目《危险》 与人类高手一较高下 《危险》 《危险》 i know the top champions at such an interesting kind of problem so it's history 如果贏了贏,就会是历史 很厉害的力量 是很厉害的力量 是一台机器 他不能被刺激 他一定会做到每个问题 人们可以疲惫 人们可以疲惫 它是会有一个比较的力量 是哪里的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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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你正是哪里的 是哪里的 是哪里的 我感觉很肯定 我认为我们的工作 但我认为我们可以做 我认为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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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能够到某点 到某点 但我认为 我认为 好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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